新竹棒球場七月底正式啟用以來 爭議不斷 針對平面媒體報導說 新竹市府沒有驗收就啟用 現在市府公開聲明說要搜證提告 新竹市府強調棒球場 點交營運合法合規 今年五月就完成使用執照法定程序 經過排水測試 機電設備式營運 場地壓力測試賽等項目 七月十八號完成點交給委外營運公司 過程中有請球團 終職進行廠開和修正 多方確定場地狀態後才使用 詳細列出驗收時程 證明平面媒體報導的根本不是事實 新竹棒球場的工程 依規公開招標公正評選 一切都符合政府採購法的相關規定 那市府也全力配合檢調調查 反正新竹市政府認為自己都沒有切施 打兩場就停賽 球員也受傷 然後過程當中市政府都沒有責任 媒體也不能監督報導 這難道就是市政府的態度嗎 不只參選人批評市府態度 先前造成球員受傷也讓大批球迷相當不滿 市值十二億重建結果令人失望 球場出包到底誰要負責 還得等檢調結果才能夠給市民和球迷一個交代 TVBS新聞陳世銘黃靖芬新竹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請支持TVBS